歡迎光臨 阿紀仔 你好 美鳳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有一個泰山的鳥伯 你說夏天到了 然後他想說 要那個涼拌小黃瓜 暗過夜的小黃瓜涼拌 就沒有進去 這到底是為什麼 為什麼我出去吃的小黃瓜 那個小菜都是清清脆脆 有什麼頭吃寶寶 有 我們今天頭吃寶 簡潔有力 很簡單 我們以前來想泡菜 想小黃瓜都怎麼樣 先用鹽對不對 對啊 不對 我們今天頭吃寶寶來看看 來 湯 我們今天要說頭吃寶 不是用鹽是用湯 沒有… 鹽很重要 但是今天你角色等到晚 我們來看怎麼做好不好 我們拉走 拉開吃 來 首先很簡單 來 我們小黃瓜頭背 我們把它除掉 是 來 我們首先 來輕輕這樣 就要把它泡 筆筆這樣 好不好 泡好筆筆 對 泡好筆筆 還有一種方法 就是說怎麼樣你知道嗎 你如果沒有這樣泡 你也可以 譬如說 我們把它切成五公分長這樣 泡好筆筆 筆筆這樣就好了 有什麼要泡好筆筆 泡好筆筆 就是我們快速入味 好筆筆 來 現在注意看 是 來 湯先下來 湯要多少 湯喔 湯我們一般 差不多整個所有分量 六分之一 人用鹽 其實用湯 對 奇怪喔 好 來 現在這樣它就算香氣了 六分之一的湯 它很快就吃味 來 你現在鹽好了 好 鹽 鹽喔 一點點就好了 對 鹽一點就好了 對 那不是小黃瓜 都要用多一點的鹽 我跟你說 多一點的鹽 你是讓它小黃瓜的水 湯比較多而已 變成什麼正常 小黃瓜本身 骨頭的水質就沒了 我們要吃的營養 又吃米米 口感就沒有了 對啦 對啦 會跑掉 脆度也沒有了 沒錯 我們現在來之後 這最快的就是 湯都來了 另外現在一顆 湯是不是很香氣了 是 鹽一點點兒 用糖的滲透鴨 直接滲透到小黃瓜裡面來 尤其醫藥的標示 已經入味了 這一個 辣椒放下來 嗯嗯嗯 放下來齁 接下來怎麼辦呢 你剛才放多少糖 我們現在就放多少醋 六分之一 那再六分之一 對 來 辣椒白醋 真是小黃瓜 鹽脂的過程 對 對 沒有這個齁 那口味就差了咧 就差很多了 嗯嗯嗯 再來最後一個頭額 是 蒜泥 欸 蒜泥 嗯 不過我在後面 都看那個蒜泥啊 蒜泥就沒辦法快速入味 喔 因為它是泥狀 對啦 完全吸收 對啦 因為它是泥狀的 馬上就吸收下去了 對 馬上就吸收下去了 對 就像這樣 切嘴 要去就像這麼年快 又這麼簡單的頭額包 都拿出來 它再滴幾粒麻油就好 你在嚼的時候 不要去嚼在鍋裡 嗯嗯嗯嗯 這樣就好啊 對啊 嗯 有什麼 卡滋 有辣味 有酸味 這麼快就入味 對 但是我們在這裡 跟觀眾朋友說一下 你如果是吃醬汁的 有要吃這個 你用薑末 喔 也是 對 最初的嚼一嚼就好了 你不要切薑片喔 很不容易分解那個味道出來 提供你這個辦法 希望說喔 等你再涼